好久不見的藝人林希磊 星期四出席知名保養品品牌記者會 記者會上除了分享保養蜜招 也分享了和女兒相處的小故事 一席寶藍色景深洋裝 林希磊以優雅女神姿態走上舞台 大家好 也是蠻久沒有見面 真的很久沒有見面 最近在忙些什麼呢 最近就是看一些劇本 中美女要接戲 然後當然就是照顧小孩 37歲的林希磊仍保有緊致肌膚 來聽聽她的保養蜜招 就是多運動 多休息 然後生活就是不要有熬夜之外 其實我很久以前就開始 結束了保養品 以前小時候就在我媽媽的包裝牌上 戴著保養品的時候偷偷拿來擦 當了媽媽的林希磊 也分享了兩歲女兒的小氣勢 她會假裝跟我一樣 就是擦保養品的時候會拍臉啊 然後拍一下眼睛啊 她現在會每天叫我敷臉 因為她覺得看著我敷臉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捨不得離開女兒 林希磊想找個離家近一點的地方拍戲 希望找到離家近的地方可以拍戲 因為畢竟還是捨不得她 我已經跟她在一起每天幾乎兩年了 所以叫我一次放下 其實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佔別演藝圈兩年準備付出 從演員到母親 對林希磊而言 事業與家庭兼顧仍是最大考量 新台灣亞太電視爐天船張元亭 台灣台北採訪報導 隨便